接下来就是这二十年来 二十年来 他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趋势又是怎么样 所以呢 重新来去做 插入书柳分析表 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我的列是民国年 八十六一直到一百零九年的出生率 出生率跟死亡率 然后这个值用加总 这个值用加总 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还是把这个 都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增加小数位数以为 好 那这张图呈现 这个样子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那个蓝色是出生 对不对 这个红色是 红色是那个死亡 好 那你会说 这跟原本 原本就是看那个比例 比例跟看那个数量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看数量的时候 就看到是这样子一个趋势 但是 但是我我只是要讲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同时去了解他之间那个差异的情形 当这个时间点他在逐渐 就是死亡率在逐渐增加 可是这个时候出生率在逐渐减少 他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然后就是在快要变成有达到 达到像这样子逐渐下降趋势 是不是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边又力挽环栏 然后整个直接上升的出生率 可是接下来这边又开始要变成死亡交叉 其实台北市人口在减少中 减少到他现在是第四名 即将桃园市也要追上 所以 所以就是这点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就是以观后效 看看是哪一年会去追上 以上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重点 那 请 谢谢大家